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的下水体验看我大胆潜入渡安地下暗河探索水底秘境 中国最奇特的少数民族体验神秘毛南族的分龙节庆典 分龙节的重头戏就要展开了 开始 差一点 接着 走 杨树与喀斯特地貌创造出许多美丽景句 并且发展出融合自然的野外运动 之前我们利用天然地形地貌挑战了户外攀岩 到现在仍让我记忆犹新 这次我们将走入树林爬上高山探索不一样的杨树美景 怎么样 到了吗 到了 就这边 就这边啊 对 刚爬这些山爬得有够坎坷的 很能爬 对 但是呢我们这回为什么要爬那么高 因为我们来体验另一项户外活动 我们知道呢在杨树这边除了攀岩之外 另外有一项户外活动非常受到欢迎 尤其是在近几年 那就是六所 相信观众们有透过画面就可以看到呢 我的后方有长长的一条绳子 而且呢这高度挺高的 这大概多高 这里的话大概离地面的话有30米 哇 十层楼高 那这六所的这个距离呢大概多长 六所的话这边大概也是30到40米左右 所以这算是初学者的吗 对 这是一般初学者比较适应的一个长度和一个高度 我知道杨树嘛 近几年开始盛行这样的一个六所的风气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适合六所 因为首先第一个杨树它是卡斯特地貌 那所以是非常适合很多户外运动的 对 那然后因为之前刚开始的话 在杨树那边是更多是攀岩运动 但因为攀岩的话那很多他会觉得不够刺激 或者说他会想要更多一些体验 对 那所以的话就开始会有这种六所的一个运动 那我们知道这中国的这六所的这个源头是我像知道在 比如说云南 陆江那边有一些少数民族 他们也是有使用这个六所 所以六所这样的概念是从云南这个地方发起过来的吗 其实刚开始六所的话是在军事上面是用的 对 军事方面它是运用通过这些六所去运那个物资和一些人员 对 那它可以很快速的转移它的一些阵地或者说 对 那然后慢慢它会在民间去使用 对 那好像说你刚刚说的陆江 对 它因为它陆江上面它是比较难造桥 而且它非常高的 那所以他们当地的一些居民它会通过这种六所 然后去达到它平时每天的那个出行 听完结束后我们开始进行着装 每一个扣环教练都仔细检查 确保安全无余 头盔 然后呢 对 然后基本的话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你会摇一下头 可以了 对 可以是吧 好吧 那我们看看后面的这个教练们 弄得差不多了 所以教练 你们这个都准备好了吗 对 可以了 可以了是不是 然后我现在先过去 然后准备在那边保护你们 好 所以教练要先过去做一些准备的动作 对 好 那我们也看一看教练究竟是怎么溜过去的 然后你可以看我们教练怎么去操作和一些安全的东西 好 这个很重要 要看清楚 六所在中国古代称为壮 主要是用来渡河的工具 以两条或一条绳索分别绑在河流两岸树木或其他固定物上 一边高 一边低 仍可以从高处往低处六向对岸 其实呢 刚刚看了这个有几位教练这样滑过去 这动作非常流畅 而且呢 感觉出他们乐在其中 真正换到自己的时候呢 看看这么高的高度 诶 怎么会突然往前 好 就觉得还是会有点紧张 不过呢 没关系 既来之则安之 所以就走下去 然后脚抬起来 对 慢慢往外走就行了 这个可以拉吗 你如果拉到这里就行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或者手放开就可以了 OK 好 绕着下去了 身体往后咬 面朝前面 走 安全吧 对 安全 OK 好 来咯 耶 哇 到了 哇 这速度挺快的 是的 是的 哇 这过程真的很刺激 而且我发觉我滑得比前面的几位都好 因为速度非常的流畅 流畅到差点撞到十臂 还好我们专业教练帮我们hold住了 那我觉得整个过程呢 真的是挺挺美妙的 我觉得这个过程 怎么说呢 一开始踏出第一步之前呢 会有点紧张 当你踏出去 脚抬起来的时候呢 挡个大概两秒钟 内心啊 是兴奋的 如果呢 你不是很害怕的话 不妨呢 看看这里的风景 虽然呢 刚刚的过程非常短暂 这景观啊稍纵即逝 但是呢 这是初学者 所以大概三十公尺 下次呢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我应该挑战更长距离的 可能一百公尺 甚至三百公尺 有机会的话 好啦 那不好意思啊 帮我松个帮好了 站在这悬崖壁上 这个心里面还是觉得有点紧张 不过呢 我觉得我已经克服了居高症了 挑战完刺激的高山六所后 我们从山壁上 以速降的方式抵达地面 真的也是一大考验 安全抵达地面后 我们离开阳朔 驱车前往另一处秘境 这一站呢 我们来到了利浦县 为什么要来到这呢 其实啊 说到利浦县 它肯定是许多老饕心目中的秘境之一 为的就是当地的一道佳肴 说到这道佳肴非常了不起 因为它是名列于广西十大名菜之一 另外呢 在过去历代 它都是皇室的贡品 像我身旁呢 是一片玉田 那当然肯定就是跟芋头有关 但是呢 现在这芋头还不能采 因为呢 还没长大 得等到十月份 大概中秋节前后才能采 没有采到芋头 没关系 这道菜 我们一样吃得到 现在呢 就带观众朋友 好好地去品尝品尝 走 利浦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北部 年均温为19.6度 属于雅热带气候 因为芋头不耐旱 需要在较湿润的土地上 才得以种植 利浦则是种植芋头的不二选择 利浦芋头又称为葵芋 檳榔芋 因为肉质细腻 独特风味 被人称之为芋中之王 这回来到利浦呢 我觉得我们非常幸运 因为很荣幸地 就认识了当地的朋友 他们很热情地为我们示范 我们想要吃的这道佳肴 利浦芋扣肉 另外一个名称就是香芋扣肉 顾名思义就是芋头 跟猪肉一起做成的 其实我刚刚在看您制作的过程当中 觉得要做这道菜 这工序是蛮复杂的 我们农村就是要 先用这个扣肉 先买的猪肉 把它拿来炸过 炸过 炸好以后的切 不放配料 慢慢把它扣起来 这才能我们利浦的扣肉 可是我刚刚看你这芋头 是不是也先炸过 炸过也炸过 那猪肉跟芋头为什么要先炸过 是为了让它的形状 是稍稍可以固定吗 对 不会散掉 那再来就是炸过 一个方面都不会散掉 一个方面炸好以后 做出来比较好看 好吃 而且味道比较香的 对 味道好 你不炸不着 你像这样扣子夹就夹 拿不起来 那就是炸过之后 把它排列组合 放好了之后再拿去蒸 我知道这道菜 好像有特殊的吃法 是要肉跟芋头一块吃吗 对 对不对 对 我们先夹夹看 所以我也是夹一片芋头 一片的猪肉 而且我看这猪肉是肥瘦各半 是不是刻意挑成五花肉的 是 那我们来尝尝看 没错 你专门吃的芋头也可以 就是这样 这味道真的很香 香不香 对 好吃 可以 好吃吗 对 好好吃 因为刚刚在吃的过程当中 咬下第一口 你会觉得 虽然这五花肉 它有肥油 但是因为 你们这边的芋头 吃起来是比较粉的那种口感 对 所以跟这猪肉 和在一块 完全不油腻 而且就是你吃这个猪肉 你会有这种芋头香 吃芋头 会有猪油的香 对 这口感真的非常特别 而且这样一盘色香味 行俱全 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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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吃吗 嗯 吃了再说 可以 逢年过节 我们丽埔每一家都做 每一家都会做 其他一个做十多晚 因为出鱼出鱼 有亲人 有客人来 我们就是拿这扣子 撒进去北厂区 还有汤 招待客人 哇 所以观众朋友呢 如果来到丽埔的话 对 想吃的话 跟我们一样 认识一户人家 因为家家户户都会蒸 那另外呢 在这个餐馆里面 也同样吃得到 对 那重点是因为 这当地产的芋头 真的是 口感很特别 特别的香 口感很特别 这个做法 还有它的酱料 或这一块 哇 真的是一绝 难怪被列为 广西十大名菜之一 对 对 对 是 好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多吃点 好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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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家早 这个早晨呢 感受上特别舒服 田园山水好风光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都安的东庙村 说到都安呢 这个地方啊 很特别 它被称为 地下河地质公园 为什么称为 地下河地质公园呢 简单来说 因为这里地下河的水资源 相当的丰富 可以分成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多 因为它地下河的天窗 特别多 大大小小天窗呢 一共大约有三百多个 第二个呢 就是密 这天窗的密度性啊 是最高的 据说呢 还是世界之观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旗 这旗呢 简单来说啊 就是啊 形容这里的旗观 旗景 非常的丰富 像是呢 你可以看到是山景 你可以看到是洞景 你可以看到是水景 那美的部分呢 我们待会说 第五个部分呢 就是金 所谓的金呢 就是它的水资源 它的水 特别的清澈 特别的好 那刚刚回说呢 这个美的部分啊 其实我们现在呢 要来探访这处秘境 很特别 它不是位在陆地上的 简单来说 我们要潜到 地下岸河里头 去一探究竟 而这美的部分 就是在岸河里头 而近几年在渡湾这里呢 潜水运动呢 也相当的风行 对我来说 这是一项挑战 那待会呢 咱们呢 就要一探地下河道 逆境之内 加油 渡湾地下河地区公园 占地面积210平方公里 涵盖了保安 地苏和东庙三大区块 海拔建于110公尺 至1075公尺之间 公园里的遗迹 种类高达33种类型 非常丰富 其中更是有大量的天窗奇景 天窗的行程 主要是地下河水 经过地底树 轻树溶解岩层 在地底下形成一个溶洞 当地表坍塌时 会形成一个凹槽 这溶洞就是所谓的天窗 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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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捕鱼啊 今天捕到鱼了吗 还没有啊 那要加油啊 拜拜 进到这东庙村呢 真的是太舒服了 让人踏进来都不想再出去 而且看看这水非常清澈 不仅有人来这边捕鱼啊 甚至还有人来这边游泳 大哥您是来游泳的啊 对啊 刚刚看你这样游了一圈啊 这地方挺舒服的 水冰不冰 冰了冰了 哇 不冷啊 冷啊 冷啊 所以就游一下 上来休息一下 下下太阳再游一下 对对对 这水挺清澈的对不对 对 你们这当地人吗 住这吗 不是 那从哪边来的 县城来的 县城来的 县城来到这边 大概要半个小时吧 有啊 是那你们专程来这边游泳吗 对对 就是游泳啊 就是游泳啊 游了心情好一点 舒畅一点 心情好一点 舒畅一点 所以你晚上也会来 晚上有时候也会来 哇 大姐你很酷啊 对 衣服都不换直接整 整水就这样下去了 对 不用泳装了 就这样就OK了 是啊 凉快 这河水一年四季都一样这么满吗 是 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嗯对 好游泳 所以那边还可以健身 对对 那幻想当个猴子这样的爬上去啊 可以啊 是 哇真的蛮好玩的 对对对 好啦不打扰你们啦 不打扰你们鸳鸯细水了 因为这里是地下河流域 一年四季河水都呈现流动状态 水局干净清透 是当地人民生用水的重要来源 为了想要更了解都安地下河的秘密 制作团队特地请了一位达人 来带领我探访这神秘的水域 说到都安呢 这里的地下河资源呢非常的丰富 它的总长大概是241公里 有一条主流 有12条支流 它也是目前全中国探勘道最长的地下暗河 我们在陆地上看到其实都是 这些山水田园风光 但是最精彩的部分 其实是在暗河里面 那教练帮我们说一说 在地下暗河里 大概可以看到哪些景观 在地下暗河里面 我们会发觉的话 因为地下暗河是没有光线的 所以说我们会发觉那些 比如看到我们看到盲鱼 盲虾等等 为什么叫盲呢 因为它们眼睛已经退化了 没有眼睛 基本上是没有看见的 还有很多远古时代 因为地下河系冲刷过来的一些 化石类的东西 蛮多奇怪怪东西的 所以其实看到的东西也蛮丰富的 对 那你们最早呢 大概是几年的时候 就开始从事潜水这样的运动 应该是在09年08年底到09年吧 那时候我们就比较喜欢潜水 经常来着找潜水点吧 首先我们发觉一个叫水母洞的地方 水母洞的地方就是 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OK的地方 这是整个地下水区的洞穴 天窗中最经典的一个地方 因为在水下生长着千千万万条 我们叫桃花水母洞 长枪动物 长枪动物 它的 它其实它出现的年代 应该比恐龙还久 而且它对水质的话 那要求非常高 如果捷径度不好的话 对 它会死的 据说当时呢 在2010年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群这法国探勘者 来到这边潜水 我们发现了 桃花水母洞 很多奇怪的生物以后 我们跟当地旅游局反馈 他们的话就向世界各地的那些 对 碳洞组织啊 或者东西啊 他们就发出邀请 在2010年开始 那时候就很明确的知道 原来这个东西就是地下暗河 对 地下暗河 自从国外团队发现这水底的秘境后 都安的潜水风气 与碳勘热潮逐渐兴起 现在每年 还是有很多国外潜水团队 特地飞到广西 就是为了要亲眼见识 地下河的美丽风貌 既然来到渡安 我也决定要挑战这项 艰巨的探勘任务 深浅至水下 一窥这地底下的奇观 这是我们水背潜水所需要的装备 叫水 叫水背装备 这包含是它气瓶 对 BCD就是浮力背心 就像我们平时用的救生圈的功能 是一样的 还有的话就是呼吸头 呼吸头 那底下呢我们就咬这个呼吸头 好 咬过吗 没咬过 它咬在哪里 这样子 咬着它 对 OK 嘴唇包着它 嗯 试一下吸气 跟试一下鼻气 鼻气 或是排气 大家知道好 OK 还有一个功能呢 就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BCD 其实相当的话就是一个气囊 暗的地方 就往里面加气 就会吐起来 对啊 人中会吐起来 在水面上我们下水 我们就把BCD打鼓起来 OK 那这是排气法 是放气的 是不是 气不见以后 我们就会下气 下气 过程中呢 其实的话 我带给你了 有问题的 好 那好 因为水下我们没办法说话 只能的话用手语 好 好 在水下我问你OK吗 嗯 所以你必须像我吃一遍 点点头后一遍 我不懂了 我问你OK吗 对必须是OK OK 那我们下水吧 下水 可以呢 OK 可以 上水 过程中的话呢 我们下到可能去那边 大概两三里地方 嗯 可能我都会疼了 嗯 会疼的话呢 你会告诉我的话呢 嗯 这个 OK 这证明是有问题的 嗯 哪里有问题呢 有的疼 嗯 哪里不舒服 你去这里 好 你去告诉我 是 OK 央器 挖斜 安全装备 都再三确认后 准备下水咯 对 天啊 不管是 escri 看一下 来 教练带着我游到水中央 让我先适应水中的福利 以及练习装备的操作 教练不断地叮咛与确认 一切准备就绪 潜入水里的感觉很特别 是一种轻松自在的奇妙感受 在深浅下探的途中 还可以看到渔群们在我身旁游来游去 真的是很特别的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吗? OK 好好玩 哎呦 泡的掉了 哇 解放的是吧 其實真的是蠻好玩的 先拖一下裝備 第一次潛水 然後剛剛教練說 我潛了4.9米 幾乎5米了 那今天很可惜 沙拉熱水裡面的能見度 並不是很好 就是教練也依照他的指示 然後去做 整個過程就是好玩 這兩個字來形容 潛水挺好玩的 對 但是今天這能見度 並不是很好 剛我就看了一些水草 看了一些魚 還有看到一些生不見底的黑暗面 用能見度不好 給我看一下學生是感覺到黑漆漆的 那我問你覺得我這個學生好不好帶 太好帶了 真的嗎 發覺的話你太聰明了 你第一次潛 其實我帶學生我最擔心的話 就怕他的耳朵會疼 過程中我問你 OK嗎 OK 你一轉 OK 其實你可以下10公里沒問題 真的嗎 你學了卡才能下 學了卡錢你站下去 好 沒關係 這是第一次 那我覺得呢 真的啦 很值得一來 而且我發覺這個地方 有很多東西 值得我們來探索 經由潛水 你可以在底下 看看水底下的世界 地球上另外台灣70的世界 海洋世界 水的世界 好 那今天的潛水呢 成功 潛水是屬於專業性活動 而地下岸河潛水 比一般潛水的危險性高出許多 而在從續潛水體驗時 必須先透過培訓後 再由教練陪同 才能安全地潛到水下 探訪多彩多姿的水底秘境 多彎地下河 用它的魅力深深地把我吸引 下次我還要再挑戰 換好衣服 我帶著雀躍的心情 往下一個地方前進 我們現在呢已經來到了環江縣 明倫鎮八面村 對 那來到這邊呢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來尋找 牛角賽 說到牛角賽呢 這個地方它很特別 它是科斯的地形 另外呢在這裡頭 有很多的瀑布可以看 而且這瀑布呢 都非常的精彩 那小萌 待會啊 就要由你來帶領我們去尋找這些 非常精彩的瀑布 走 我們出發 牛角賽瀑布群 因為在山峰上有牛角形狀的岩石 形似牛的角 同時還發現大量牛角的化石 所以稱為牛角寨 在這裡可以欣賞到河谷 瀑布 岩石 森林等多樣的天然美景 非常的豐富多元 是攝影愛好者的秘境天堂 我們進到這個牛角賽呢 我覺得啦 每一口呼吸都是一種享受 因為整個森林裡面呢 充滿了分多精 而且啊 這裡頭有很多讓我驚豔之處 首先呢第一個經過的瀑布 讓我印象深刻 因為它叫通天瀑布 說到通天瀑布呢 我們看到遠方 非常的高 那個高呢 將近百米啊 這水啊傾斜了一下 非常的壯觀 尤其啊 當這水沖下來的時候 這周遭啊 充滿了水氣 所以看看我的頭髮有點亂 因為剛剛啊 全都離失了 那剛剛好今天啊 這天氣也算是悶熱 所以呢 稍稍淋了一下 反倒是覺得 挺清涼的 是一種享受 那剛剛另外我們還有 經過幾個瀑布 幫我們介紹一下 還有雙龍瀑布 兩條小排龍 看到這通天瀑布這麼壯觀 他們就來到這邊嘻嘻玩耍 嗯 然後小孔雀看到了 非常興奮 這小孔雀又過來了 小孔雀又過來 喝著通天瀑布 流下了的水 在這裡 看著那個小白龍 對 又看著通天瀑布 這樣的景觀 非常的漂亮 是吧 這是非常特別啦 尤其呢 你說這個是孔雀瀑布嘛 是的 就很像是孔雀 開屏一樣 而且孔雀開屏 在我們當地來說 是一個好兆頭 孔雀迎賓 那證明來的都是貴客 是 說得好 但是呢其實啊 從這遠方這樣看過去 再回頭看看那通天瀑布 我覺得呢 蠻有趣的一點是什麼 就是呢 今天是陰天 所以呢天是白的 瀑布的水也是白色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子倒過來看 你會發覺呢 很像是地下水啊 灌到這天上的天池 我覺得蠻有趣的 難怪叫這個通天瀑布 是的 對 神秘慶典分龍節 看我大先生時候挑戰毛南族體育競技活動 來 來吧 走 毛南族挪面舞會 彷彿巨聲威尼斯面具嘉年華 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就是我们的标志性景点 叫七仙女步步群 从右往左属1234567 有七条步步 就像七仙女的七条彩蛋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也叫七仙女步步群 传说的天上的七仙女 听说这牛角带的瀑布非常的美丽 然后瀑布里面的潭水 有美不养颜的功效 所以他们就下到我们这牛角带来洗澡 洗着洗着就忘记时间 因为时间充满 他们飞到天上去的时候 就忘记把这彩蛋带回去 所以在这里就留下了七条美丽的彩蛋 听你会说 仿佛可以感受到那种唯美的画面 那确实呢 这景色真的是让人责责生奇 在这里有瀑布有流水 所以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 在视觉还有在听觉上 呈现出来的都是较为丰富的 而且呢重点是啊 几乎每百步啊 就会有一处惊喜 非常棒 那趁着这个时间呢 我想我们就在这个七仙女的瀑布下呢 多多感受一下 好 好 我拍几两照 好的 牛爪寨里的瀑布 各个灵气生动 与山壁延续融合出千姿百态的样貌 潭池里的水更是清澈透亮 水气飘渺宛如人间仙境 有喝过台湾茶吗 没喝过 没喝过是不是 待会一定要尝尝看 好 谢谢 而且呢 刚刚啊这水呢 我们是取用山田水 是 因为小萌说呢 这里的水呢 水质非常的好 那我想呢水质好 肯定适合拿来泡茶 泡茶 好 差不多了 味道还挺香的吧 挺香的 那我先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好 真的是用山泉水泡不一样 味道挺好的 对 平时我也喝 但是感觉 用我们这边的山泉水泡 出来的那个茶叶味道 特别不一样 是 那我觉得呢在这边赏美景 挺好茶 然后享受这难得的优质时光 我觉得呢 人生啊 这最美妙的时刻 莫过如此 那我们就在这边 好好地看看景 然后喝喝茶 好 喝喝茶 聊聊天 刚刚呢绕了这牛角寨啊 就整整的一圈 那当然啦 还在上头呢 泡湖茶喝 但是呢 喝茶只能解渴 不能解机 当然来到牛角寨 要尝尝当地的特色料理 而这特色料理 大有来头 叫做五香 但是五香是什么呢 来 帮我们介绍一下 五香分别是香猪 香牛 香鸭 香末 香菇 五种不一样的食材嘛 对 这边的香猪个头很小 然后你看一下 这个皮很薄 皮薄啊 这个是要沾着那个盐水吃 味道更纯正 是 哇 刚刚你有说到它皮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薄 薄到你咬下去 你觉得它很像是一张纸 那也确实它的肥油吃起来 真的是不腻 第一次吃到这种肥油 是扎实的 你知道吗 是 那你刚刚说了 就是它的猪体是比较小 是在幼猪的时候 就要吃了是不是 对 一般长到十七八斤的时候 吃是最好的 第二道是我们的香牛 香牛 我们这边的香牛呢 它主要就是放养在山上的 喝山泉水 吃山里面的野草 水藤长大的 肉质也非常的鲜美 是 特别是牛肉肥瘦层层相间 吃起来口感清甜 然后也非常的鲜嫩 牛肉吃起来这味道 确实是非常的甜 但是我发觉它咬起来口感 有嚼劲 十足 对 非常的嚼劲 而且你不是吃下去 随随便便咬几口 就可以吞下去 你要多咬几口 而且在多咬几口的过程当中 你更能去尝出 这牛本身的这个味道 是的 对 这里的香牛 以传统养殖为主 喂食野生 砂树叶及青麻叶等 保健植物 所以肉质更加鲜美可口 首先 将牛肉过油锁住甜味 再放入香料爆香提味 最后拌入牛肉大火快炒 料理过程可说是十分讲究 而下道美食听说 也许大有来头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香鸭 香鸭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这边的香鸭味道也非常的独特 你看它那个皮也是非常的薄 不沾着盐水吃的话 是纯正的肉质的清甜 如果你沾着盐水吃 味道又是另外一个风味 这个盐水呢是用酸痰水 鱼心草辣椒等调配而成 你试着沾一下这个血鸭 其实我觉得这个鸭肉吃起来 跟之前吃到鸭肉这个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多半年过去吃这个鸭腿 可能咬下去在皮下面有一层脂肪 脂肪之后才是肉 但是刚刚咬下去 你发觉咬不到它的脂肪 对 这个鸭肉是完全没有脂肪在下面 薄薄的一层皮 感觉一整只鸭 这个身上都是充满了肌肉 所以它的氧法就是那种放氧式的 也是放氧 所以活动力强嘛 所以脂肪量稍微少一些些 那确实呢 刚刚就是没有蘸酱的时候吃 你会发觉这个肉它的甜味 然后蘸了酱之后 我跟你说 这味道很有层次感 香米就是香糯嘛对不对 对 它有红的香米 有白的香米 这个红色的话 味道就多清甜一些 清甜一些些 白色的话味道就多淡一些 而且这个香糯的话 我们这边还有一种说法 一家煮饭十家香 全村煮饭变动香 我知道我们看了资料它有说 说这桑米呢 在烹煮的过程当中 大概20公尺方圆之内 全部都闻得到 是 然后这确实这饭咬起来是 越早越香 还不错 那接下来另外一箱呢就是 最后一道是我们的香菇 你这边的香菇也是很小 而且是圆形形状非常的漂亮 你看它的根部呢非常的细 如果是人工种植的话 它这个根就比较粗 这个也是一道美容养颜的菜 因为香菇呢它是野生的 又是看癌的 对 就是那菇的上面那个部分 它好像咬起来是比较厚的 比较厚实一点的 肉是比较多一点的 对 哇 什么呀 浓浓的香菇味 那我觉得呢 这五香当中的香菇啊 那最特别的就是 它味道特别浓郁 喝下去啊 就是香菇的香 还有它的甜 这也是我们 环江萌兰族的一个特色美食 也只有来到我们当地 才能品尝到真正的五香美食 是 这五香就需要在环江这里吃 才是最地道的 对 也是我们环江独有的 好 那我们别浪费啊 我们要赶紧把它给吃光 赶紧吃吧 好 所以我们决定前往探访这神秘民族的文化聚美 说到广西 其实最主要是以壮族为主 另外在这里有一群少数民族 神秘的少数民族 是什么呢 就是毛南族 这趟来到环江我们非常幸运 因为我们刚好赶上毛南族 他们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世 是什么呢 就是分龙节 说到分龙节 这个龙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是雨神 毛南人他们在这一天会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五股丰收 并且祈求来年一整年都可以平安幸福 而在这一天呢 我们可以特别去感受到它的传统习俗 或许观众朋友现在透过画面 听到这声音好像有点杂 你会听到有些鼓声 然后有一些音乐声 有一些人声 为什么呢 这仿佛这城市就像是一锅水 整锅水沸腾了起来 这沸腾呢 并不是因为天气热 而是它非常的热闹 让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 而且呢我刚刚从后头呢看看江上还有人在花龙周 好啦我等不及啊 带着大家好好的来探索这处文化秘境 走 毛南族人口只有十万人左右 而在桓江就有六万人 有毛南之乡的美誉 毛南的名称由来 是因为三南从宋代开始称为毛南 又有谐音字毛南之义 当地人则被称为毛滩蛮 直到八十年代才改为毛南族 在这里有许多传统文化都被保留并传承下来 好啦现在要进行就是这竹篓秀球啊 那当然之前呢完全没有接触过 赶鸭子上架 开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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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踢到 喔 不 哈哈 跳不起来啊 哇 weren'tthey deity tiver 阿 already 喔 喔 喔 好 差一点 插接能过 可以吗 两个手都是插框 然后跑起来 你们这位朋友很漂亮 你头来接 好 我们发现来自台湾 接触到我们的马拉组的 全国体育活动 你上手马上可以 好 同样的我们的台湾 我们的台湾好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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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让我呢 先喘口气 这比赛呢 真的挺累人 不过呢 这成绩啊 我还挺满意的 本来想说呢 很长 可能哪一球都接不到 没想到还接了五小球 好了 接下来他们还有其他的表演 那我们就好好的欣赏 走 毛南族文化内容丰富 包含民歌 著名史诗 多才的挪文化 而传统体育活动 是伴随着民众的生活演化 有着不同的意义 种类分很多种 有铜顶 铜田 打陀螺等等 都具有不一样的意义 刚刚的背楼秀球 训练的则是专注力和行动力 咱们现在来比赛 第二个项目 什么呢 就是马格比赛 踩高桥啦 那重点是呢 我们导演说 这赢了就有红包 所以他强迫地说 你一定要比一下 要赢得红包 最好是那么厉害 这样的文都已经很难了 现在赶紧来个赛前特训 第一次尝试马格的我 完全无法在上面 站超过五秒钟 连摄影师都忍不住 要来教导我 对对对 小碎步就可以走久一点 好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来跟我比赛呢 是今天啊 这个整个场地的主持人 那当然看他真的是伸手矫健 我有点害怕 因为我连踩上去 都有困难 开始 我发现你那个 脚步比较大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哇 啊啊啊啊啊啊 哈哈哈哈 走完走完 这真的是太难了 马格分为男生女生使用 矮的是给女生使用 高的则是男生才的 马格球就像运动起源于 毛南族的南瓜节 每年九月举行南瓜祭典 选出又大又黄的南瓜王 并在地上滚动 让其他人也沾吉利 融合其马格的活动 就成了早期的马格球运动 我们现在进行另外一项比赛 叫抢飞鸟 那我们尽可能的不影响人家比赛 好 那我就参与其中 那不过呢 这一回啊 听说是要背女孩子 对不对 对啊 对 这是你们的partner吗 好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partner是这一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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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请多多指教 好 怎么办呢 没事 要不要暖身 要不要暖身 不用了 不用了 各位我要背的是这一位啊 哈哈 没事 我们攻那边 好 好 其实我心里非常紧张啊 那怎么背怎么背 带哥给我抹一下 好 加油加油 加油吧 OK好 好 来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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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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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 来来来 好 打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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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给文哲主持人 接好 接 你拖了 好 来 换你 好的 躺下 文哲 接 加油 加油 拿起來 拿起來 走 衝啊 衝 給我 沒想到Nara這麼厲害 這背套我們真的是舉步為艱 沒想到背起我竟然身輕無厭 其實不瞞你說我大概60公斤左右 你背起來好像也差不多55公斤 好了 好了 我們還是不要打擾人家比賽 給專業的來 同背又稱為搶飛鳥 因為鳥是毛南族的重要標具 他們通常會製作鳥圖騰 成為生命的象徵 搶飛鳥這個活動很簡單 左右各一個籃子 分成兩隊 背起人後 拿著小鳥玩偶 互相搶奪 投入籃中 極為獲勝 看著他們輕盈快速地穿梭在 人群之中 我由衷地佩服 剛剛有參與了幾項 就是競賽的項目 那其實我們知道 這是傳統的一部分的文化 那你現在把演技 變成這樣子的一個運動來進行 在體育競技項目有四銅 四銅呢一個是銅頂 銅拼銅田還有一個銅杯 這四銅呢就是因為我們毛南族 原來這個是很山高地貌 有野獸出沒 就是為了防身 就是在田徑地頭 就是順練自己下盤的功夫 銅頂啊銅田都是練力量 通過這個演變過來 然後把它上升到一個 體育競技的一個高度 展示我們毛南族體育競技的特色 對 而且可以語名同樂 對對對 就是一個同樂 那剛剛呢其實啊 就是我也參與了幾項運動 其中呢有一項是背著的竹樓 那個是背樓繡球 背樓繡球 對 原本一開始想說呢 可能接一球就不錯了 但是我好像也有接到幾球了 喔 很棒很棒 真的嗎 第一次能玩到這個程度也是真棒 所以它的訣竅就是要緊盯著球 對 額頭對著球 準備到的時候 一盯 它自然進去 而且我剛剛呢有一球啊 就是額頭來不緊盯 對 直接打在頭上 不過呢很安全 對對對 也完全不痛 那另外就是我還參與那個馬格 對 馬格也是我們一個非常有特色的 這個平衡力要很好 對 還有一個加作的一個 要夾緊 對 這個力量 其實這在這個過去啊 應該算是一個訓練的項目 對對對 是一個訓練的項目 其實呢說真的 踩在上面會有點害怕 要恐高 對 有一點那麼一點恐高 我就覺得老師啊 沒有腳踏實地的感覺 對對對 那再來我覺得有一個還滿好玩的 不過呢滿驚險的就是呢 那是背著人的叫什麼 銅背 銅背是不是 對對對 你有看到我剛剛背的那個對象吧 你那個對象就是說 對 難為你 這是很難為你 就是你能做到那個程度 好好好 我內心是酸楚的 但是我都換過來好多啦 那畫面很美 開玩笑的啦 其實啊那是我們的企劃拉軟啦 然後他也很開心 跟我們一起參與這樣的活動 我覺得大家開心就好 對對就是開心 體育就讓人鍛鍊讓人開心 對 過程當中 當然就是有點辛苦 但才能達到這個鍛鍊的效果嘛 對對對 今天你的表現是真棒 真的嗎 那我就代表我們這次活動 是 送上一份祝福 我們分龍節就是一個祈福 好 送上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你 謝謝 楊大哥 謝謝你的到來 觀眾朋友不要以為 分龍節活動到此結束 神秘毛南最精彩的部分 即將在夜幕低垂後盛大展開 我現在呢位在一個體育場 而這體育場呢佈置一個非常華麗的舞台 分龍節的重頭戲啊 就要展開了 在這裡呢 即將要上演的就是 羅面文化的一些表演 來到這裡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每個人都必須戴上面具 那節目呢即將開始了 我們待會呢 就要好好的來欣賞 欸 你們都是那個毛南人嗎 不是 那你們每一年都來這邊 參加分龍節這樣的一個晚會嘛 是啊 新不精彩 精彩 我相信呢今年肯定會更精彩 好啦 節目快開始了 那咱們呢就一起啊 期待欣賞 在上面最後 毛南族的挪文化 是由還願儀式所衍生出來的 稱之為肥套 其中肥由舉辦舉行之役 套是指還願的儀式 距近有三百多年歷史 肥套裡的挪有挪舞 挪歌 挪戲 挪樂等 其中跳舞的分量最重 又以搖王舞 穿真舞為代表 其中挪面具又稱為木面具 共有三十六種 是按照毛南族神秘性格 雕刻而成的 分龍節日 我鼓小 麻南三鄉 喜劇雅 我用三哥當雜帥 歡迎貴哥到環江 這次的環江之旅 讓我認識了神秘毛南族的文化 從歷史 體育競賽 和肥套的摩面文化等 都帶給我感動和震撼 今晚的舞會 就更能夠看出毛南族 對文化傳承的重視 也讓我深刻體會到 毛南族身後的文化運壇 有機會你一定要來這裡 感受他們的文化慶典 下週我們將走訪中國長壽聖地 探尋巴馬人長生不老的秘密 隱居在廣西南丹的白褲瑤族 到底有多奇特 割術 仿沙 鴨棉 驅子 漾漾來 小心喔 順喔 我看到有紫跑出來 這全部都是紫 耶 中國廣西鳳山竟然發現 在水上的天坑 這裡有很多蝙蝠 它會大便 切到大家都是有福氣的 給我點福分 想知道大自然的神奇奧秘嗎 請繼續鎖定 秘境不思議